謝謝各位的記者和來賓 今天包括來參加 我們今天幸福路上 《2058 台灣電影北美巡迴》的記者會 今年的落成之首站 是由 TUM 臺灣人聯人基金會 還有 TJCCLA 洛杉磯臺美商會 清商部 共同主辦 協辦單位有 還有小教中心 洛杉磯 臺灣書院 Rosemind Chamber 還有 TUM 還有西來大學 那現在我來介紹我們基金記者會的來賓 第一個是我們 TUM 的聯絡 我從那邊好聽的是 Chris 他是 TUM 的理事 也是 TAP 的理會長 然後 不是 OK 不好意思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另外一個主辦單位 多三七臺美商會七三部的會長 Charles Huang 然後是我們喬教中心的副副主任 再來是 TUF 的這次主辦電影展的主辦人 壓靠高雄 陳先生 然後再來這一位是我們的地理的製作人 非常有名的 Ransi 他是 TAP 的MEMBERS 然後再來這個是 TAP 的MEMBERS MEMBERS 也是會長 MICLE 好 我想因為我們遲到很久 我們就把時間盡量縮短 今天等一下就請我們當中三位 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這次的活動 第一個我們先請我們 TUM 的包容陳高先生 來講一下話 各位記者的朋友大家好 還有各位其他主辦的協辦單位的負責分架 包括我們的副主任 我們的蕭瑟也是我們的協辦單位之一 那說起這個 TUF 可能記者朋友都蠻熟悉的 就是已經三十幾年來 就是主要的宗旨就是把台灣好的東西介紹到美國來 不只是介紹給美國人 也介紹給我們不太熟悉台灣的第二代 第三代 那 TUF 跟電影 這個演員就從 2008 年開始 TUF 跟 UCLA Film Department 合辦了第一屆的 露城台灣影展 三天的活動 這個閉幕會 閉幕影片 正好是魏德盛導演拍的海角七號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TUF 就解開了跟這個魏達人合作的一個契機 魏達人上次臨走的時候 跟 TVF 說 以後 TUF 繼續辦這個影展的時候 希望跟他聯絡他在台灣全力配合 幫我們screen這個影片等等 那很汗嚴的就是我們一直都還沒有翻第二屆 倒是這個幾年前開始 魏達人自己開始的一個構想 就是每兩年從台灣選一部影片到北美幾個城市巡迴演出 就把台灣比較好的影片讓國外在北美地區 開始認識他們的影片 我覺得這個過程非常好 謝謝 所以我們非常樂意這一次開始跟他配合 那我就希望這個配合 不只是一次的 而且也不是一個單位的 所以我今年就很榮幸地 也邀得到台語商會的青商部 一起主辦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以後建立起這個固定的合作方式 每一次都來這麼辦 大家如果回想 熟悉08年我們辦這個 每一次營產的時候 大概會記得我們有二十幾個二三十個協辦單位 還包括幾個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協辦單位 我們希望慢慢地把這個 往那一方面再發展下來 今年就是一個開始 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協辦單位 越來越固定的協辦單位 明年大家都知道到這個時候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這邊的僑胞們也每年都可以 我們的期待就是差不多 這個時候台灣會一部好運 可以過來給大家欣賞 那麼接下來我就很簡短地 把這兩天的時程跟大家報告一下 14號七點開始 我們請魏德勝導演跟我們 這個簡短的座談 然後七點半開始 我們就放卡達爾的這個卡龍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很長 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放完了以後 這個影片還有完場 接著我們 但是魏導演會在這個拉比的地方 就不會多待幾幾分鐘 如果大家還需要跟他再交談 隔天就是15號禮拜六 我們中午特別為希望跟魏導演有個見面機會 要交談的機會 所以我們有一個午餐會 大家如果有興趣跟魏導演有個交流 15號的午餐會可以來參加 那麼電影是兩點開始 下午兩點開始 放幸福錄 那完了以後 魏導演會到 會跟大家有個Q&A 就是看大家對這個電影 或者是對他自己 以後拍片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台灣現在影壇的一些動態 各種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跟他交流 那我們的報告就到這裡 下一位我們請 那個 那個 親手人的Charles煌 講幾句話 Charles Charles 你先講 好 大家好 那個 我是Charles煌 黃超駿現在是洛杉磯台美商會 情商部的會長 那洛杉磯台美情商部呢 是隸屬於洛杉磯台美商會 我們是提供一個平台 給40歲以下的青年 去創業 有志青年去創業 去建立人脈的機會這樣子 那我們也希望說 更能可以凝聚大洛杉磯台商的 第二代跟第一代 大家有更好的向心力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拓成聲音 然後以 以臺商團結合作的傳統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當然也是很開心 可以跟 TUF一起co-host 這個 Unhappiness Road 2018 台美電影的美美巡迴這樣子 那我們也很開心就是 喬喬中心 台灣書院跟 TUF跟 Roseby Chamber跟 其他的贊助人 很大力支持這個活動這樣子 那 我稍微提一下電影 就是 因為 那個幸福路上的電影 的導演 宋導演他也是在 美國留學過這樣子 然後 原則上這部電影有一半是他的Auto Biography 這樣子 因為 嗯 就是在我們這些 在台灣的台商 不管是就是 大家 呃 事業有成 然後但是 到了一定的時間的時候 都會想家這樣子 那 這部電影就是 對於台灣的歷史 跟台灣的 經濟的成長都有一個很好的描述這樣子 那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給 美國的觀眾介紹台灣的 culture 跟文化的一個 的 opportunity這樣子 那 OZM 那個我們要講說 嗯 嗯 這次衛德盛導演來 也會特別為洛杉磯帶來的 呃 Canone這樣子 那 Canone的話呢 他是帶來說 嗯 在 在台灣在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他們在 一隊台南的農工學院的 的學校 他們如何透過 他們文化 透過就是 透過 透過棒球這個運動 然後經過 有不同的族群的交流 然後就 就造成了這支 呃 等於是史無前例的棒球隊 從一個默默無名的 鄉下地方這樣子 然後打進了 日本的高中 棒球的最高殿堂 打進 甲子園的冠軍賽這樣子 那今年剛好也是 有另外一隊 呃 日本的農學院 也是在這一次的 第一百屆的甲子園 打進 打進他們的 今年的決賽這樣子 那 剛好這是有一點 有點 就是 台灣跟日本的 互相呼應這樣子 那 這也是一段呢 台灣不可以忘記的歷史這樣子 那 那我為什麼講這麼多呢 是因為 我們需要就是 跟我們更多的 community partner 像是TAP 像是 嗯 Corea Taiwan USA 我們都會跟他們一起 有更多的活動 跟他們有更多的合作跟活動這樣子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需要說 推廣把台灣的文化跟台灣的這個電影的industry 就是推銷給美國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 我們的Facebook page TJCCLA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 找到那個購買 找到購票的online link 好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那我們現在交給我們的副主人 我想我們很感謝喬教中心 一向對TWF的活動的支持 那包括這次電影展也大力的支持 那現在我們請副主任幫我們說幾句話 各位先進 各位TWF 各位洛杉磯台美商會清商工會長 以及總高級人 還有各位在座的媒體朋友大家好 這個現在台灣電影北美巡迴這個活動 在路人節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有這個機會能夠一次欣賞到兩部 非常具有台灣特色的電影 那Canon大家應該已經很熟悉了 那幸福路上這部電影是去年才上映的 它去年上映已經得過非常多無數的大獎 像是東京的動畫大獎的首獎 以及台北電影節的最佳動畫獎 觀眾票選獎 以及也得到德國Stugger動畫影展的最佳動畫獎 所以它才上映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時間 已經受到很多世界的大獎的肯定 那也有這個機會在洛杉磯呈現給我們男家鄉親們欣賞 那這個電影呢 它是用動畫的方式來呈現台灣的 從30年到現在的一些社會面貌的變遷 所以說透過這電影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 不僅僅是台灣人在美國的心路歷程 以及說台灣整個社會變遷的面貌 所以我們能夠更了解台灣的一些變化這樣子 那一直以來呢 這次兩個合辦單位 TUF以及洛杉磯台北商會青商部一直以來 TUF就是舉辦都非常多這種藝文相關的活動 那每一年也有辦理舉辦文化之夜 他們我相信他們的心就是一直說 希望能夠延續傳承台灣的精神 台灣的文化 不僅僅是讓我們的台美第二代第三代了解 也是希望將台灣的一些 多元自由民主的一些特色精神 讓當地的友人看見這樣子 那所以也很謝謝TUF歷年的努力 那再來呢 青商部這邊呢 他們都是一些出社會 以及在打拼的一些青年 我們也很高興看到他們這次跟TUF一起合作 將台灣的這麼好的電影 能夠透過這個巡迴的展覽呢 讓南家鄉親及這邊的我們的朋友看到 那也真的很希望說未來能夠有更多的這樣的合作機會 大家有這樣合作機會 也就是說我們老中青的三代的僑團呢 都有一些合作的契機 讓年輕人能發揮他們的才能 那也讓就是說這些其他的僑團呢 能夠一起呢協助他們來 讓他們繼續背負著傳承台灣文化的使命 讓他們之後繼續發揚這樣子 那這個這個機會放難得 所以就是說歡迎就是說媒體突破報導 那也就是說對於電影欣賞愛好的朋友呢 能夠也帶他們的朋友們一起來欣賞這樣子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共襄盛舉 因為這個電影就是說今年 這是首站嘛 在洛杉磯之後會到14個城市 歡迎22場 所以就是說機會難得 那希望大家踴躍把握這些 謝謝 Canon應該是嘉莉 不是高雄 是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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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微介紹一下 幸福路上 它是百分之百的台灣本土創作 二D的手繪的動畫 它是透過一個小女生的成長 悲歡 悲傷喜樂 那回顧我們在台灣成長的一個台灣的歷史的紀錄 那提醒我們好好去思維 幸福到底是什麼 說不定看完以後我們可以自己也想想幸福到底是什麼 那它除了得了很多獎之外 它的劇情裡面 比較特別是 它的配音 配音 配音女主角是歸了美 我跟你講 大家都知道現在非常有名的演員 那阿文哥呢 配音是誰 是韋德聖 哦 知道 是韋德聖 所以它是代表這個 雖然這部不是他製作 可是為什麼他要來 他帶這個配音 裡面阿文哥是他 哦 你們去看的時候 注意聽聽看是不是他的聲音 然後那個小齊的媽媽是廖慧珍 都是還有那個陳柏哲阿希斯 就是那個林舒淇的爸爸 都是非常會演戲的演員 所以我想在他們的配音裡面 會非常的生動 會非常的生動 那尤其是那個金馬獎那時候 在那個評審那個張愛嘉 他說人生最需要的就是幸福 他說他看過這部劇以後 他說這個 我在幸福度上裡面看到這份很重要的溫暖 已經好久沒有看到這樣的作品 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希望大家能夠廣播宣傳 讓更多的人有機會來看這部電影 那我們9月15號下午2點 在Rosemin西蘭大學放映廳見 好 那等一下會後 我們每個記者都會 都有興趣可以來跟我說 說這樣 那希望你們也都能夠來 那Rosemin的場地 其實要非常感謝我們另外Rosemin Chemper的Ray 幫我們安排了這麼好的場地 而且很免費的提供給我們使用 好 那14號那天的那個當場影片的 也很感謝Tab全程來幫忙我們 放影片啊 然後到時候那天也會有所幫忙 那我現在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要看Trailer對不對 好 我們就跟你講一下 那真的只有13分鐘喔 蛤 啊只有13分鐘嗎 這部片是13分鐘還是多久 這部片 這部片 一小時五十一分鐘 蛤 一個小時五十一分鐘 對 好 那個Carno是三個小時 沒有十一分鐘 那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要提問的 如果沒有提問啊 我就馬上就放吹了 那還有一個就是 你剛剛有講到說 威德盛總共有幾次的見面會 一個是十五 十四號那天 十四號那天 OK十四號那天 我們是七點到七點半 有個見面會 好 那如果大家覺得 還有很多疑問 或是有想要再跟他 那見面會是只有給記者還是給全部 給全部的人 那是一個座談會 好 那Carno結束以後 我們在外面Lobby 你還可以再跟他 再有個溝通 這是給記者 對不對 應該都可以 都可以 那比較長的時間的話 是在幸福路上 幸福路上的話 我們是 早上我們預計是十點半 到十一點半 有一個記者會 那那個記者會 當然對我們Loco這邊 已經是沒有分了 因為我們就開始了嘛 那其實是 讓記者有一個機會 會跟威德森在一次的接觸 好 談很多的事情 好 包括他 他未來的大Project 都可以在那天 可以談到台灣三部區 什麼都可以 好 然後 記者會完之後 十一點半 到一點半 我們有一個Luncher的Reception 好 那如果所有記者會 要延續下來 要先跟我講 因為我們那個是 請人家來外匯 我要算一下人頭 那兩點以後 那不是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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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有針對我們的VIP 好 那我們兩點到四點 是幸福路上的電影 之後我們時間很長 可以一個小時的 一個半小時 可以跟威德森會 有一個Q&A 所以那個Q&A又是公眾 是他的部分 對不對 對 他是一個座談會 他在座談上 所以你要問他問題 都可以 記者留下來要問他問題 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希望你想說 有些就是群眾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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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